166人组成庞大的队伍 你是最后那个人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孩子们有些犹豫 这个晃动的孩子很厉害 我们看到第八层的小姑娘 正在往下撤 究竟发生了什么 他们要放 他停住了 停住了 小说乌正在往下撤 他们可能要放弃这次登顶 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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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跳 哎呀 他站起来了 没问题 他站起来了 他站起来了 我们要挑战的目标 是三人九层 第二层机座开始搭建 他们紧紧地挽住对方的手臂 非常坚实 来 外头 相比第一次挑战 队员们的速度似乎更快 因为底座特别是月核心的区域 是一个非常缺氧的状态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动作 一年的过程中 我们这支中国工人人塔队 绝对经历了无数次像刚刚那样的失败 这里来到人塔故乡 这座人塔运动的最高殿堂 正是他们身上所蕴藏的中国工人的坚韧与能量 第六层 和第一次挑战是一样的 还是有些摇晃 摇晃得非常厉害 第七层 第八层 好 第八层也搭建成功了 现在全看小硕如的了 加油 只要周瘦如的举起手臂 挑战成功 挑战成功 太不容易了 一支普通的中国工人队伍 在人塔的故乡 面对世界强队 创造了九层的世界纪录